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保皇上安全 四阿哥和五阿哥也跟在皇上身后 皇上来到一处偏僻之地 不想有人正暗中埋伏在此地 向皇上射了一箭 此时战马受惊 皇上摔落马下 四阿哥竟趁乱向皇上射了一箭 皇上并无大碍 林云彻向皇上行礼 皇上见五阿哥挡在自己的前面 询问他为何不射杀野马 勇气称当时情况危急 况且师父曾教导过自己 禽兽伤人往往都一而止 五阿哥认为野马伤害了自己 便不会再伤害皇上 皇上遇险 众侍卫纷纷受到责罚 皇上严查此事 可并未发现刺客的踪迹 傅恒称 刺客因是两人相互配合 却配合不周 连续不中便仓皇逃往临终 刺客还在灌木上涂了母马的体液 这才吸引野马前去 皇上认为林云彻护驾有功 封为二等侍卫 让他守在自己的身前 如意称此是有蹊跷 因为剑上并无毒 说明刺客并不想置皇上于死地 或者刺客是想要一箭取了皇上的性命 第二日 永齐告诉如意 太后知道皇上遭遇刺客受了伤 认为自己处境尴尬 不好插手此事 林云彻随皇上回宫 赵九霄得知此事以后 来找燕晚宫里的兰翠 称若是林云彻能够为燕晚美言几句 燕晚的恩宠便又回来了 皇上询问众人如何处置围场仪式 永章请求宽恕众人 皇上大怒 认为永章不孝 不明则罚 让永章出选 皇上怀疑此事和永章有关 傅恒向皇上提议对待围场中人应该有功必赏 有过必罚 皇上认为林云彻有功 为他选取了一名名叫冒歉的女子成亲 林云彻只能答应 随后林云彻来见如意 如意对林云彻十分关照 还让江太一和索心帮他操办婚事 林云彻离开后在宫中见到了燕晚 燕晚向林云彻道喜 可林云彻依旧对燕晚态度冷淡 皇上称赞四阿哥骑车俱下 功课大有长进 准备家封四阿哥为贝勒 家贵妃弃神谢恩 纯贵妃认为皇上嘉奖四阿哥 却偏偏丢下了永章十分 林云彻的大喜之日 府上十分热闹 可林云彻并未展露笑容 重宾客走后 林云彻揭开新娘的盖头 二人饮下交杯酒 冒前称 今后自己便要掌管府中的事物 二人睡下后 林云彻身着喜福却难以入睡 他起身走出房门 找书如意曾经送给自己的靴子 看着如意 在靴子上的云纹 忍不住开始思念如意 可这一切都被冒陷 看在眼里